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已经先一步爆火成名了 他当年的火几乎是一时无量 扮演他火起来的称号有世界美少女 一姐接班人 五名妹妹 一条短发的他曾经多少人的头像和空间背景配图 2005年的野猪大改造 他扮演的野猪妹 连同西娃尔与章爆火成名 2006年跟山下之九二搭的七扎猎人 让他知名度飙升 还在18岁这一年拿下日本奥斯卡最佳女配 2007年的偷偷爱着你 又名花样少年少女 一般男中的他踏进校园 也走进一代的回忆中 那一年 19岁的他成了日本奥斯卡最佳女主 那一年 少女们心目中 比小绿群和生田都更帅的是哭北珍惜 角色多变可男可女 那个时候的哭北珍惜 在娱乐圈没有带餐 后来他又在24岁那一年 凭借陈建峻再度获得事后大法官 眼看事业就要达到巅峰 奔现着他能尼路高歌 感谢袁杰一 成则雅美一样 不仅稳作公民女神 年过31人家座不断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话 却不曾想到 26岁那年 他猝不及防地宣布结婚 结婚两年后 他正式决定退圈 只留下一封亲笔感谢信 毫无留恋地告别演艺圈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母亲 每天和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想全力守护这份幸福 感谢大家 是四年来的支持 让人大点眼镜的是 他的结婚对象 是敏气与他相亲摄影的男演员 山本庚师 山本庚师不仅 粘粘他一轮 前女友名单 更是一个笔格闪亮 其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影后 松龙子 本次的老男人 还是个情世精彩的花花公子 众人不解 鲜花硬要插在牛份上 媒体更是用下架来当头条 又附上交往 零日婚的性目标题 因为他俩几乎 没交往就结婚了 闪婚加退圈 粉丝更是惊恶之余 难以接受 甚至还有极端男粉 在网上发布 对山本庚师的死亡威胁 扬言要去杀了他 从粉丝到媒体 大家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酷贝珍惜 出道十多年 还合作过那么多顶级男神 最后偏偏为了这个男人 闪婚还退圈 确实 山本庚实在演一千多年 打酱油 混集各个影视剧 到头来 这些迷迷们只是对他脸书 但是他名气 虽没那么大 却是公认的实力派 除了影视 他舞台剧唱歌 松语主持 彤彤赛行 甚至还主持过红白歌会 不仅多才多艺 在圈内 他还以好人缘入城 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 很有趣 性格好 曾经 在镜头前 寡言少语的 酷贝珍惜 在谈到 山本庚实时 笑得眉眼弯弯 他会变魔术 还会做很多气势 多开心 因为幽默和个性 冷感的酷贝珍惜 会为他吸引 但最终打动他的芳心 是毅力 酷贝珍惜 跟山本庚实的爱情之路 就一句话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二人结业于2009年的 加油六子 山本庚实在片场 对酷贝珍惜 一见钟情 花花公子遇见真命天女后 终于受心 感情出现漫长的空窗期 神通广大的日本狗塞 再也没有拍到过 他跟谁约会的照片 杀尽后 山本庚实向 酷贝珍惜 要电话号码时 得到了 却是失误所的电话 四年二人合作 我家的历史 山本庚实邀请 酷贝珍惜吃饭 他高冷的回答 不去 2015年 二人合作舞台剧 呼啸山庄 山本庚实又没死心 给酷贝珍惜 写了四十多封 收写信 不出所料的 通通失陷大汗 单恋六年 在他心灰一冷 决定放弃时 某天夜晚 他突然受到了 酷贝珍惜的回应 一条简简单单的 短信写着 你好 我是珍惜 六年的单恋结束 这一年 他抱得美人归 狗民女生 酷贝珍惜 成为山本太太 两个人跳过了 交往摩合期 直接结婚 被众人砍衰 坐等官宣离婚 但五年过去 他们不仅有了两个孩子 在狗塞隐秘境头下的 他们都是幸福的样子 一起出门买菜 一起带着孩子逛街 现在的酷贝珍惜 外图时不仅素颜 还穿着一身 跟我们出门买菜 如出一折的休闲装 在超市采购 精挑细选 跟周围的主妇们 别无二致 没有了昔日 女神的影子 但每一幕都幸福甜蛋 山本庚时曾说过 去到酷贝珍惜 每天都像在做梦 他们根本不会吵架 而且他很珍惜妻子 为了他激流永退 选择家庭 在家里 厨房是他的地盘 做饭打扫 不用酷贝珍惜操心 与其让他是弯追捧的女神 现在的他 是让他捧在手心里的公主 每年大家都要 惯例猜测 酷贝珍惜什么时候 会回归荧幕 但每年都怕目落空 去年他们一家 甚至还搬领了 浮华喧嚣的东京 彻底过上 平凡简单的家庭生活 回归荧幕 更是遥遥无击 大概 我们真的在那等到 不被珍惜 违规到那天了吧 也许很多人会说 他没有试验心 但距离看心烦 欺诈猎人的时候 想起剧中 另一位演员 三不又何 当年山口百惠跟他结婚 隐退至今 成了多少人的遗憾 但戏外 他俩的有钱人终成眷属 相满40亿年的佳话 又成了多少人的向往 而山口百惠 正是酷贝珍惜的偶像 在巅峰羡慕 获得家庭的美满 酷贝珍惜曾说 拥有幸福的家庭 就是他最大的梦想 多年后 他选择了跟偶像 同样的放弃圆梦 婚后酷贝珍惜分别在2016年 与2019年迎来了 两个孩子的诞生 他表示 在成为母亲后 颇受触动 希望全力守护家庭幸福 所以才会选择 在当务时放下演示业 专心过好婚姻生活 山本庚时也表示 偏常在家 也会主动帮忙做家务 虽然打扫卫生 不是我的强项 但厨房是我的地盘 每天都会负责煮饭 另外为了远离市区 不受媒体打扰 顾贝珍惜和老公也带着孩子 移居东京近郊乡下生活 希望孩子能在 自然完全中成长 山本庚时 需要拍戏工作时 回到东京的公寓 暂时短住 平时则是 尽可能回乡下的住处 陪伴其校 而不少粉丝都期待着 顾贝珍惜 可以在家庭稳定后 付出派剧 不过她的妹妹也透露了 姐姐并没有 重回演员圈的打算 粉丝只能透过杂志记者 偶尔拍到她外出的画面 来溢解思念之情 如由饮水冷暖自知 即使她们不会 再有跟我们重婚的那天 但祝两位女神 幸福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各种 名人的风流往事 艳青八卦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